现在最嫌手艺的是家常菜 最家常菜我可以做出最好吃的那种 我就近天人说我会做饭 主要是做一些人家不怎么在家里做的那种饭 人就觉得你做得特别好 实际上我不敢上手做家常菜 家常菜非常难做 要做好了 听上去你进阶不低 可以的 因为也是一堆朋友的鼓励 因为我们在结婚之前 他是西安人 所以他有很多大学同学 我们家就属于是全国同学的 北京接待站 所以我们家是络绎不绝的客人 就经常会有地铺出现 所以每次我们显示自己厨艺的时候 会得来很多的夸奖赞美 所以就会越来越取劲 你一般都会做些什么 鸡啊 鱼啊 麻婆豆腐啊 或者我最就比较难度高的是 类似香锅那样的 还会做麻辣香锅呢 可以 火锅香锅都可以 我在家基本上就婚后 承担了所有的那个 不管是打扫呀 或者反正家务吧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老公的口才好 什么意思 他光管说呀 对 他负责夸奖 就是你做任何事情 他在旁边只需要插着腰说 哎呀 简直太好了 太聪明了 他会用无穷无尽的赞美的语言 然后变着花样的去夸你 所以我就无远无悔的继续干 你没觉得这是个招吗 我当然觉得了 但是没办法 朝夕相伴的生活 让彼此有了更深的了解 可结婚不久 戴乐乐却发现自己的丈夫 有一个致命的缺点 生活方面的那个能力是零 他后来解释说是因为他做编剧 他脑子经常会飘 经常我会看他趴在那儿 他在想别的事 所以他经常做出一些比较奇怪的举动 或者比较危险的举动 如果他做饭 他有可能忘了关火 然后就去写东西了 然后直到开始冒烟 或者就是洗衣服 洗完之后放在那个洗衣机里 然后两三天之后发现 哎呀 怎么还在洗衣机里呢 类似这样的事情 就屡屡发生 他很没有调理在生活方面 比如说我们一起打车去哪儿 他兜里永远没有钱包 有了也不用 然后呢会掏出一把 一把钱 就是零零散散 包括什么身份证啊 或者什么发票啊 或者以前打低的低票啊 类似那种一把 然后比如说人家说 谢谢你三十二块钱 他会捧着那个 你自己拿吧 你想要什么东西 你自己挑吧 当时就很着急 我就不明白 你为什么要看着这堆钱 他真的就很认真的 在看着这些钱 能盯十秒钟 我说你为什么不把它宅出来呢 就是试多少钱 那就很奇怪 他脑子可能就不知道 飘到哪儿去了 他最后总结自己说 是因为什么牛顿啊 类似那些伟大的人 经常会嫌好多事的人 他们就会经常这样 脑子跑神 然后煮钟表之类的 听上去你像是嫁给了 一个真正的天才 我一直这样 你勉励我自己 至少他有天才的 我一直在文字团的 感谢观看